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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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啦 就是他们两个人演戏啦 就是演技上面是无庸置疑的好啦 对就是我知道你在演马丁路的精神博士 我知道你在演这个战胜总统 可是呢因为猎鹰的形象或是绝命毒师的形象 实在是太强烈了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会有点点出息 对啊其实真的 尤其是猎鹰会让我觉得比较 对我觉得整个人的那个身形 就会让人觉得这不是马丁路的精神 这是猎鹰 对但我必须说啦 就是总统之路这部片 听这个片名应该都知道说 他其实是以总统的视角为主 所以呢他整部片 然后这一个马丁路的精神博士 反而是一个配角 就是安东尼麦基呢 那在这部片里面他是这个出场 比较稍微少一些这样 但是就主要是以这个占生总统对待 他怎么样去对待这个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所以呢他比较多是在描写说 这个占生总统他在甘乃迪总统遇刺之后呢 因为他继任为总统吧 所以呢他在这个空军一号上面 就是仓促的宣誓成为总统 然后后来啊他又力挺这些民权运动 然后他怎么样在这个1950年代到1960年代这一段 黑人民权运动非常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之下 他怎么样跟这些民权运动组织们交涉这样子 所以主要就还是在讲这个总统的故事 但是历史上的占生啊 历史上的占生其实是一个被很多历史学家 或是一些可能民众啦 不是这么的认同的一个总统 因为他毕竟他是这个继任上去 然后有些事情啊他就是有一点点 不是那么强硬的一个人 你看对比到后来比如说尼克森 是不是超级强硬的又超级铁丸的一个人 这样就是很多的那种用字潜质上面呢 就是占生就会明显的看起来 比较和缓温和一些这样 所以这部电影呢 我觉得他有点在反转这样一个形象 就是说呢你要想想看 他是一个仓促就任的总统 就是以一个白人的观点 然后在上台之后呢 他的这个权力没有办法完全获得掌握的那个时候啊 他是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而且他又有一点像是说 哇这个很多人 因为知道我上任的时候是非常的仓促 所以可能对我很多不信任 甚至是有内幕指数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要弹劾他 就是要罢免他这样 所以他就是有点在面对这些政治风暴的危机这样 所以这部片啊 我觉得他的故事背景呢 其实是在那个黑人民权运动 非常非常蓬勃发展的那一个时代底下 所讲述的一个白人总统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观点跟过去啦 我们直接描述说黑人民权运动啊 哇这些黑人怎么受到压迫啦 当时那个氛围啦 比如说他们要上厕所 没办法就是跟白人一起上厕所 等等这样子 这就很多很多这样子一些 黑人民权运动的主题电影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确实 应该说大部分大家想到黑人电影 或黑人体材 尤其是马丁路德金跟这个人的时候 大家一定最直观的视角 一定是从黑人的可能生活去看他 或是从一般民众的身份去看他 很少人care那时候到底总统是谁 大家只在乎说 这个毕竟是马丁路德金跟他 他就是我们要focus的主角 大部分不会有人会想要从政府的角度 或甚至从总统的角度来看待 这事件中的另外一个声音啦 没错 所以啦 这个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历史故事 其实是发生在1963年的8月28号 我有一个梦想 他基本上就是马丁路德金跟博士 一场非常非常著名的演讲 我相信有很多的历史课本 甚至是英文课本 也会在讲说这一场演讲 他有多么的经典 比如说他里面的一些演讲词 我相信有很多那种演讲术 演讲家他们都会去研究的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 反而不是以马丁路德金跟博士为主要的视角 我觉得这个或许我们也可以稍微 就是认识一下这个历史不同的观点 因为我就觉得说 我们常常就是讲说黑人有多可怜 老实说啦 我就是因为他就是每次都在讲说他有多可怜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会排斥 他说你就跟我讲很可怜 那我知道啦 你不要一直强调啦 一直讲一直讲到什么用 这样之类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不知道 我要讲一个比较政治不正确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台湾人就是不喜欢黑人的电影 我觉得是因为 一是我们本来就是台湾本岛内就没有什么黑人 然后也没有遇过 说真的我们也没有遇过类似黑人这样的 就比较无感吧 我们就无感 然后再来事情是 好我们对这件事情无感之外 好现在这个东西变成国际局势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之一 那势必台湾人会被迫去学习所有这个相关的知识 可是学习的方式很多都是透过可能新闻媒体或是什么 一些网路媒体就告诉你说 哦黑人很可怜 因为他们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他们现在很努力的在抗争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你又在跟我讲说他们很可怜 可是你就一直讲一直讲 重复讲来讲 我知道你们很可怜啊 对我知道一直跟我说啊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 可是你看嘛 你们遇到事情 其实台湾也有人遇过类似的事情嘛 对啊 台湾也有人很可怜啊 可是就是我们就不会一直讲一讲 然后最后大家就觉得说 好啦我知道你们很可怜 就是你们你们去可怜你们的 就是我也不是黑人 所以我也不能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才导致你知道 有些那种黑人主题的电影啊 每次一上映 就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反感 哦会觉得你又来 黑人主题一定又是跟他们被压迫有关系 很容易大家会把这两者划上一等号 我觉得是耶 我觉得基本上 哎呀这个怎么会这样 物极必反的概念吗 大家会觉得说 哈哈不要再黑人电影 就是我你这边抱怨我灵魂去看什么 黑豹 黑豹其实也是在讲啊 你也是在讲黑人被压迫 可是他没有包装的这么的强烈啊 可是我觉得像黑豹在台湾就 就没有那么收到 就是同等漫威电影 而且我觉得每次只要讨论到这种什么 黑人压迫的东西啊 然后我觉得就 你就看一下那些什么论坛啊 底下的那个留言 或是YouTube影片啊 底下留言 他一定会讲说什么 啊你们黑人就讲说你们自己有多可怜 啊你们还不是歧视我们华人 对啊 他很多人就说啊你们不要去帮我说话 你要想虽然白人其实黑人 其实亚洲人啊对啊其实你看那个亚洲人在美国更受到歧视 对啊他说你看我们才是最惨不要去理他们 对啊很多这种言论会出现啊 啊我就觉得说那就拍电影啊 那你们就拍啊为什么不拍啊 你看上庆里面有致死吗 对啊你们又说他不够怎样怎样 你要说男主角刘斯牧长得很像习近平 对不对就是你看就是 你看你都在自己都在歧视自己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真是好啦这个不说这么多啦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个历史故事呢我有个梦想其实基本上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历史课本就有在讲述啦 他的这个故事其实要回溯到的是在1955年的时候呢 12月1号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力市有个女生呢叫做罗莎帕克斯 他因为当时在坐公车的时候呢因为拒绝让座给白人喔 所以呢导致呢这个冲突呢在当时呢就越演越烈就引发了全国性的轩然大火这样 那这一个公车让座呢就被视为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在1950年代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开端 就是从这个让座事件开始呢迅速的蔓延到全国都在讨论的一个议题这样 所以呢这个蒙哥马力公车事件呢最后呢在美国联邦地区的法院判决之下呢 因为违宪啊就判决违宪啊所以就让这件事情落幕了 那这个公车让座事件呢因为扩展到这个全国嘛 甚至是有超过一年的这种就是黑人啊群起抵制乘坐公车的运动 而且马丁路德金恩博士还是发起这一项抵制运动啊 受到很多这种死亡威胁而且还甚至被捕入狱喔 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呢被视为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个导火线 然后当时呢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呢也因为这件事情呢不断地在到处奔走演说啊 就是倡导说我们黑人民权这件事情 所以就让当时呢很多人就被认为他是这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个 知名的代表人物啊那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 因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呢在许多的这种民权团体的推动之下呢 达到了最高峰啊然后在1963年的8月28号这一天呢 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大型游行啊叫做向华盛顿进军啊 那他全名叫做为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 总之就是目的地就是要到华盛顿这一个地方这样子 然后就很多人就是上街游行啊 那以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为首这个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 还有啊当时的一些各大的民权运动团体 总共六个他们就发起了这项游行运动啊 然后号召了超过25万民众走上街头 然后所以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那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呢他最后呢在这个终点 也就是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前面就发表了一个演说 那这个我有一个梦想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他一直在这个演说当中呢 不断重复了一句话就是说呢他描绘出来 未来啦在这个梦想之中呢他希望呢我们的下一代啊 不管是黑人的小孩还是白人的小孩啊都能够在这个未来 美好的一个世界之中呢有平等的对待平等的相处啊 有一个非常和谐的相处空间这样 而且呢他也希望说呢未来就不再有这种种族歧视的这种社会 所以就是勾勒出这样子一个非常具有啊这个美好未来的那一种想象 就是反而不会像过去那些黑人民权运动啊 他们可能上台的时候呢就会开始讲说 哦我们黑人多么受到白亚压迫 我们要这个站起来啊 比较激动的一点 对对对像比如说好像前阵子那一个黑豹那部电影嘛 嗯 黑豹党啊不是黑豹 黑豹党的那个电影啊你看黑豹党在演讲的时候 他夺目的那种煽动性对不对 哦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白人跟黑人之间的那个对立感塑造比较 对对对对对应该我们要革命啊对啊我们我们是革命人啊 我们要革命这样子就是就我们要做很多那种很激进的事情这样 可是反而是马力路的坚博是他的这一个演讲反而是比较 我们勾勒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给大家一个想象 所以其实对于黑人来说是很感动的 他们很期待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对于白人来说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你们好像也不是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威胁 对对对我觉得你们也想要跟我们就是和平共处这样 所以就是在当时呢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那种轰动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 他是那种树枝以擎而不是那种制造对立你懂吗 对而且呢据说这场演讲呢 他并不是马丁路的金安博士完完全全 这个准备的内容 就是说他准备的内容其实是另外一个版本 那这个版本呢是因为呢 他在现场听到说有一个黑人的福音歌手 他在这个马丁路的金安博士上台之前呢 在他的这个背后就一直呼喊说什么 啊告诉大家梦想是什么 所以马丁路的金安博士就当下临时改写了 他的这个演讲稿所以才会有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场演说 所以我觉得这场演说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仔细的看一下他的演讲稿到底内容写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啊 如果你今天要去推销一些你的理念你的理想啊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你绝对绝对 不要去制造对立或是冲突 你应该是要勾勒出一个好像很有发展性的未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比如说你去找工作啊你去 你去推销什么东西或是你去行销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知道就是啊像比如说选举好了我觉得选举最明显 就是说你有一些选举人啊有些候选人啊他们就是很常会去可能制造对立 都是什么啊你们就是什么中共同路人啊 然后或者说我指责你卖台啦 可是如果你去勾勒出一个就是说啊我们希望说台湾的未来能够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希望的年轻人能够搭乘着摩天轮然后在爱河上面 这个对不对我必须说我不是支持他 我只是觉得说你看很明显就是他勾勒出了一个一个轮廓 一个轮廓吧你就不会觉得说啊我我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在参与政治的时候乌烟瘴气 对不对虽然他那个构想很蠢啊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就很明显 他那种不一样的那种提唱方式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乍看之下好像是一股小情星嘛对但是 但是仔细看之后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我觉得还是要有内容啦讲话还是要有内容这样 所以我觉得哎像我自己的啊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就很满喜欢就是去啊就是朝这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向就是去描述啊或是去讲述啊 我自己的理想这样像我就很讨厌会去攻击别人或是说啊你的那什么什么不好我的这个才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对的这样对啊所以这个也不只是在政治啦 我觉得在平常日常生活甚至是我觉得父母亲对待小孩啊或是你们这个平辈之间的那个同侪啊这种怎么样相处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思考模式这样子 好啦以上这个讲到这里我们就大致上讲完一个我有一个梦想的这一期著名的演说他的这个来历啦那一分是 那五分是 那Jerico你这次会给几分呢 那Jerico你这次会给几分呢 傻小 欸啊不是 是大概 可能4.5吧 哇今天那么高啊是怎样 欸什么都是什么意思我真的是很认真在评 你之前都3.5啊3分啊今天那是4.5啊你已经快接近满分了欸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 所以他不能这样讲 还什么东西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故事 这段历史对我来说我个人会觉得蛮有趣的 主要是刚刚我们刚刚讲很多可能是包含是这场演讲到底为 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还有到马林路德今天这个人 他为什么会成为 我们现在在讲到一些明星运动或黑人明星运动一定会提到的一个对象 他就这个人不是只有for 美国的黑人你才会觉得他很伟大 而是你去看其他国家很多优秀的一些领导人 他们还是会想要去学习马林路德今天可能在 在诉说自己的理想 或是是他在成功号召一群人的那个能力的那个方向 我觉得这点是蛮特别的 这点是蛮值得大家去看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就他毕竟是演讲嘛 跟我本科系学的东西有关系 所以我会觉得特别的 你会好奇 就是我会就会想要知道 因为基本上就当然大家也知道说 你今天其实如果你要最快方速吸引一群人 吸引一群人的话 其实是对立 最快方式 而且最简单 就是你要在短时间内先告诉你说 我明天要你 想办法伸出一票支持你 然后去推一个理想 那也最简单就是找那个理想的一个 其中一边然后就选边站 然后你站好之后 通常就可以马上吸引到很多人 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刚刚提到过 英国今天不是使用这样的方式 在当时美国一样也有很多人会想要说 那我们黑人就是黑人白人就是白人 我们就是事不两立 但其实马丁路德今天所述出的不是 我们黑人想要统治你们白人 而是我们黑人只是想要可以跟白人一起生活就好 我没有想要推翻你的这个现在的社会 大致上的社会秩序 但我只是希望我们两个人的社会秩序 可以不互相冲突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故事我蛮喜欢的 好 那我还蛮想问的 就是说那你会想要看 安东尼麦基他演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吗 我可能会想看一下 可是因为他不是主角 就是他那部电影不是主角 但我可能还是会想要看一下说 他是怎么诠释的 因为其实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目前也蛮多人有不同诠释的版本 是啊 其实蛮好奇 他的那个方式会大概是长的样子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H&M365 我们介绍的历史故事是 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演说 《我有一个梦想》 以及我们所推荐的电影《中统之路》 大家不知道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或是你们看过这部电影 都欢迎在留言区 或在首播楼上来跟我们做互动 当然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声音的话 也不用按赞追踪我们的脸书粉专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IG以及各大声音平台 也不用在Apple Pocket 3800上 留下五星好评 并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荐 和分享我们的节目 让更多人交我们讨论喔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H&M36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Bye